从这次美国空军训练用的新靶子来看 美军只使用了F-16来模拟苏-57 对于G-20又是什么待遇 为什么会差别如此悬殊 苏-57到底是不是一架隐身战斗机 这个问题相信困扰着不少人 作为俄罗斯的死对头 美国人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因此一切能探究苏-57实力的机会 他们都不可能错过 6月15号原影俄媒报道 美国空军似乎正在成立新的假想敌中队 试图模拟与俄罗斯苏-57隐身战斗机战斗时的场景 不过有意思的是 美国空军似乎没有太高看苏-57的意思 只是使用了F-16来模拟苏-57的雷达反射效果 但对于来自G-20却意外的重视 消息称 设立在犹他州的美国空军基地 正在将由洛克希德马尼公司生产的F-16战斗机 涂装上跟俄罗斯的苏-57几乎相同的迷彩涂装 工人们使用了一场非常流行的涂装方案 代号为幽灵 整体的涂装工程计划需要12名工人 三班岛不停歇工作11天才能完成 涂装完成后 新的F-16将作为苏-57的翻版 成为敌人参与到美军的假想敌演练中 看过壮志凌云的朋友 相信对美国海军战斗机训练学校Top Gun 一定都印象深刻 这里号称是美军顶级战斗机飞行员的摇篮 实行多年的空军假想敌训练 也必须要追溯到这所著名的学校 越南战争时期 美军飞行员驾驶F-4C鬼怪战斗机 同越南的米格21空中对垒 在一次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中 遭遇了难以想象的损失 经过研究后 一开始美国空军认为 可能是战斗机外挂的 20毫米吊舱火神炮精度不佳 或者响尾蛇空空导弹 引信失灵等导致的问题 就马上向承包商下达了修改的命令 换装了新的20毫米火神炮 和新型响尾蛇空空导弹 美国海军的思路却正好相反 海军航空兵们在事故后分析认为 主要是飞行员的战斗技巧太差 经验不足导致的失败 他们决心聘请精英飞行员 传授空战技巧 并最终发展成了著名的托普干课程 1972年 美海军在越南战争中的战损比 已经达到了13比亿 这一模式被宣告大获成功 连骄傲的美国空军 也不得不低下头颅 向海军承认了失败 延续到现在就成了美军常用的 模拟敌机的飞行员训练课程 457隐身性能不佳 早就不是秘密 因此美军使用F16来当替身 也无可厚非 不过对于同为隐身战机的歼20 美国人却不敢怠慢 此前已经有传闻 美军使用了四架F2来模拟歼20 进行空中实战演练 还将作为对手的15架F35 加1A18G 加预警机的组合 打得惨败 作为真五代机的歼20 显然比457得到的待遇高上了不少